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一辆配备15加轮、56升、油箱的车辆每加轮20每分可能意味着每次加满油最多需要3美元 如果您每周加油的话,每年大约需要156美元 根据美国能源性吸管理局EIA的数据 2021年美国人消耗了约1348.3亿加轮、6130亿升的成品车用汽油 按照目前美国每加轮的平均价格4.17美元 计算,到2022年,加油站销售额可能会超过5600亿美元 那么,今年加州的消费者价格已高达每加轮6美元 那么,究竟是如何制定消费者价格的呢? 是贪心的站长吗? 石油公司自上而下的哄台价格 政府 以下分为三大内容 内容一,天然气价格是如何设定的 内容二,品牌、配方和标准 内容三,本地电台的定价 先看看一,天然气价格是如何设定的 简单的答案是,制定天然气价格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首先是原油价格,它对泵数据的影响最为显着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黑金市场并没有考虑到同一城市同一条街道上车站与车站之间的价格差异 这是因为,除了原油价格之外 还有炼油、运输、税收和营销等其他费用 在钻机和泵之间的大多数步骤中 利润都被添加到等式中 这就是说,确定汽油价格是很复杂的 其结果是,各个州甚至各个角落的价格差异很大 真正影响汽油价格上涨或下跌的是原油 美国能源部五党派统计和分析部门EIA的高级石油市场 分析师T Mason Hamilton在2019年采访他时解释道 他描述了汽油作为鸡尾酒 如马提尼,原油作为主要成分,如福特加 如果福特加的价格上涨 马提尼酒的价格也会随之上涨 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 供应链崩溃、高通胀以及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的持续影响 2022年,原油价格将处于高位 EIA在其网站上详细说明了 零售燃料价格中由天然气价格的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决定的百分比 在得到大量使用之前 原油必须被加工成石油产品 这就是炼油厂发挥作用的地方 回到我们的马提尼例子 在精炼过程中 福特加随着其他成分的混合而变成马提尼 或者原油石油变成天然气 这里的价格受到影响 是因为需要遵守不同的配方和质量标准 品牌加油站 比如埃克森美孚或英国石油公司 只能购买其签约品牌的汽油 该品牌的汽油拥有特殊的配方 无品牌的加油站 Sheets或Costco购买基本的批发汽油 这使得价格更便宜 但加油站的供应保障较差 除了各种品牌配方之外 还有地区要求 例如 根据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 美国环境保护局推出了第一阶段计划 要求雾买水平高的城市 使用生产成本更高的重组汽油 RFG 这解释了大都市和农村价格之间的一些差异 一些州的空气质量法规 也比其他州更严格 EIA的汉米尔顿表示 毫不奇怪 加利福尼亚州拥有自己的汽油等级 其规格与全国其他地区不同 而且 它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更高 夏季汽油也是如此 它的蒸汽压与冬季汽油不同 3.本地电台的定价 现在 这一切都解释了 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的天然气比明尼苏达州更贵 以及为什么夏季天然气更贵 但这仍然没有解决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问题 为什么相邻的加油站之间的价格会有所不同 部分答案在于运输成本 即使车站并排放置 运输成本也会发挥作用 通过管道或跨越海洋将原油运送到炼油厂 然后用卡车运送到加油站 这会增加成本 根据合同协议 从钻井平台到加油站的路线差异很大 使得一个加油站的汽油 比另一个加油站的汽油贵 在加油站老板把这些巨大的数字放在大帐篷上之前 税收被添加进来 联邦政府对汽油征税 州政府也是如此 EIA报告称 截至2022年1月 联邦税为每加轮18.4美分 州税平均为每加轮31.01美分 一些城市除此之外 还增加了自己的税 最后 加油站所有者 个人特许经营商或公司 设定一个允许利润的价格 最后一部分 包含了经营成本 以及加油站的目标 例如 它是否主要是加油站或服务站 或者目标是否真的 是为了通过销售塔吉托赚钱 当您考虑所有这些复杂因素时 很明显 寻找最佳天然气价格是值得的 因为一致性并不是天然气行业的流行语之一 当然 剩下的唯一问题是 价格末尾额外的十分之九 是怎么回事 最后加油站老板和你一样 不喜欢高油价 利润率已经很低 想想每家轮0.05美元到0.07美元 当汽油价格很高时 人们在加油站便利店内的商品 如糖果和啤酒 上的花费就会减少 而这正是加油站70%的利润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茂生 要是觉得视频还可以的话 麻烦订阅我们频道 您将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